美國國會參議院表決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案 最終表決57票有罪 43票無罪 未達到3分之2多數的法定定罪門檻 其中一名賭戈議員柏爾說 有證據顯示他犯下煽動判亂分子對抗政府部門的罪行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 在彈劾案表決中 只有超過3分之2參議員認為總統有罪 總統才會被定罪 在今次表決當中 除了50名民主黨議員之外 有7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投贊成票 使特朗普有罪 未能達到將總統定罪所需的67票 表決結束後 參議員多數黨領袖 民主黨人孫勿發表廣話說 儘管特朗普最終未被參議院定罪 單投票贊成其有罪的票數 是歷史上總統彈劾案的最高票數